Lens Distortional 效果 歡迎回到新一條的剪片族鑰殼 這個系列的每一集 我會介紹Adobe 剪片上的一個效果 或者是功能 我們立即開始 Let's go 今天就和大家說 Lens Distortional 的效果 Lens Distortional 可以在Video Effects Distort 拉到一段影片後 有Curvature Vertical Decentering Horizontal Decentering Vertical Prism FX 和Horizontal Prism FX 我會主要講Curvature 因為Curvature是最多的效果 如果我將它正面拉到數值 你會看到四個角 都會縮到中間 就會有一種類似 舊式電視 突出的感覺 如果我將它負數拉 就會將四個角 扯出畫面 你會看到很有 變形 好像Y鏡變形的感覺 這個Curvature 可以玩很多Effect 但是我們先說一說 它原本是用來做什麼 大家看到現在有運動相機的一段影片 運動相機 其實它想拍得歪 會有很多這些變形的出現 你會看到整個地球是圓的 即是海平線曲了 我們這個Lens Distortional的Effect 就是可以把畫面 硬扭上它 就可以修正它的變形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在Curvature拉 負數值 你看到我們拉 四個邊緣就會斜 你會看到 畫面 你會看到海平線 我們可以直一點 我們拉到 看看 負30 負30多好 負30 左右 你會看到 欸 我現在這段影片 海平線就終於正常了 那我播放 原本沒有這個Effect 你會看到 畫曲了 整個畫面 變形了 那我們用了這個Lens Distortional 就會 不會變形了 但是 相對地 一定就會Crop 到少少畫面 大家看到 原本是Y 然後用了這個Effect 就沒有那麼Y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想它不變形 那就一定會Crop 到少少 那繼續說下去 之後就是Vertical Decentering 和Horizontal Decentering 這兩個做的東西 就是會把這四個角 拉到其中一個方向 譬如我Vertical 我拉到正數 它就會向左邊走 你會看到 四個角向左邊移動 然後你會看到 這裡有一個倒影 我拉負數 就去右邊 Horizontal 就顧名思義 就是上下 我拉正的數字 就會四個角向上曲 拉負數 就會向下 這樣 之後再下去 就是Vertical Presum FX 和Horizontal Presum FX 這兩個做的東西 就跟Decentering差不多 你看到我拉它 都是去畫面的左右 和上下 但是跟Decentering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先看看Decentering 你會看到有一個倒影效果 它會視乎中間的畫面 來填補左邊的畫面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的B字 我這個B字 有點黏著 但是 用Prisum FX 我照樣拉到它盡 你會看到畫面不同的是 它會硬再拉長一點 你就會看到 直接拉到盡 它會用這個方法 來填補左邊的位置 不只是左邊 右邊也是 上下也是 它會拉到盡 基本上這些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輕輕地修正 你一些鏡頭上的變形 可能就視乎你的鏡頭變成怎樣 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 我剛才一直說的時候 你會看到 後面是白色的 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Fu Color 我剛才一直都沒有說到 這個Fu Color 我們可以轉它的顏色 就是它會把它轉成 你會看到整個底 就變了黑色 其實可以轉一下 其他顏色 就視乎你要什麼 你也會留意到 有一個叫什麼Fu Alpha 這個Fu Alpha 是什麼呢 Fu Alpha 如果我不按照 你會看到變黑色的底 但是它不是真的黑色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先拍一下Fu Alpha 然後我把這段影片放入Fu Alpha 我就拿回剛才 海灘的影片 你會看到 我一放了Fu Alpha 因為我們沒有拍這個Fu Alpha 就會變成 下面就變成另一條影片 有時候可以同步去播兩條影片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裡 如果我們拍Fu Alpha 就會變成白色 因為我們這裡選了白色 我們不拍就會播了下面的影片 這個就是Fu Alpha的作用 好了 我們現在簡單介紹完 Lens Distortional的用法 我們現在講一些可以玩到的 Effect 和轉場 首先就是 剛才我講過 你看到這個 這樣的 突的電視效果 當然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 突的電視效果 然後我們可以放大一點 就是你會看到它 好像一個舊式電視 看到的畫面 如果你有興趣 就可以加一些Overlay 做一些舊式電視的感覺 還有我們這個 Curvature 這個 拉到進 Curvature 都可以玩一些魚眼的效果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首先 記得 Fu Alpha 設定它做黑色 然後 我們就 放大一點點 你看到我放大到沒有黑邊的位 其實已經有些魚眼效果出來了 現在你會看到中間的位置是特別突出來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把魚眼效果做得更加漂亮呢 我們可以在Opacity那裡按個圓圈 那你會看到開了Mask出來的 那我們把這四個方向都拉到盡頭 先把這四個方向都拉到 對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整個這樣的Mask出來 整個方向都拉到 我們把這個 邊緣 乳化一點點 那 乳化多少 沒所謂的 隨便 那你會看到 其實現在的魚眼效果 是更加像 即是更加像 你用魚眼鏡會出來 看到的效果 那你就可以這樣玩一下 這個 Effect 來做一個魚眼效果 除了有這個 剛才說的魚眼和舊電視的效果 那我們符數拉 你會看到 整個畫面四個角扯走 那這個是很多MV大家都可能會看到的 那我這裡舉幾個例子 有很多都會用 這個 扯向後的Effect 來做一點 Focus在畫面中間的效果 那你會外面看到很多片都有用這個Effect 再舉段我的片來做例子 你會看到這裡四個角都有扯走 就是 令到影片更加有迫力 就是用了這個Lens Distortional的Curvature 那我現在就教大家怎樣做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航拍向前移動 那你首先就在Curvature 開一個keyframe 將它放在最頭 然後再開一個keyframe 將它放在最尾 那我們最尾的keyframe 就把它設定 可以做 -70 其實幾多無所謂 那視乎你想有幾多衝擊的效果 那現在是0 到70 你會看到整個畫面慢慢扯向後 那就可以玩到這樣的Effect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個Curvature 去做一些轉場效果 那現在大家看到了 就有兩段片 那我們試試玩轉場 那我們首先開一個新的Adjustment Layer 那我們把這個Adjustment Layer 放在兩段片中間的Video 2的位置 那先縮小一點 大概0.5秒左右 那我們在這個Adjustment Layer 就下一個Lens Distortional的Effect 然後呢 我們在這段片的中間 就在兩段片的中間 這個轉接位 然後呢 我們就 按一按 Adjustment Layer 就開一個Curvature的keyframe 那你會看到 設定了一個keyframe 那我們把這個keyframe 拉到最頭 然後再設定一格 按這裡 再設定一個keyframe 再拉到最尾 然後再按一下 再設定到中間 那你會看到 一開始的keyframe 中間的keyframe 我們就在中間的keyframe 我們拉到負的數值 你會看到 嘩 整個畫面扯到最尾 這樣 那因為它現在是由0 去到負100 然後去到0 這樣 那就會有這個轉場的效果 出來啦 那我每次都會 那我每次都會說 那我每次都會說 你可以玩Pro一點 就玩一下這個線性的效果 就可以製造更多不同的效果 那就可以看到 整個smooth很多 這個 可以用這樣的轉場 那然後我們現在這個轉場 都可以再配合一些 其他轉場來用的 那就是 例如 一個smooth in的效果 那這個 做法呢 是進階一點 那就 看看大家能否跟得上 那我現在先做一個smooth in的轉場 但我就不肯去詳細教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我的頻道 看看那段教學 或者有需要 都可以在攝錄這裡再做一次 那我現在就做了這個smooth in的轉場 你會看到 fum 就有個這樣的轉場 那我們怎樣配這個lens distortion 入smooth in這裡呢 那我們就首先 開一個新的adjustment layer 在這個smooth in的效果上面 那我們現在就放了一架 adjustment layer 在這個smooth in的效果上面 那我們先拉回去 那我們呢 就在影片的中間 都是 就做回剛才我們教過 剛才有教過的那個效果 就是設定三格keyframe 然後中間那個呢 我們可以拉 負數 那可以今次不用負100 那麼極端 我負70左右都夠了 對了 那現在我們一播 整個smooth in的效果 很有迫力 你會看到 整個畫面扯了進去中間的位 那這個就是普通smooth in 而這個呢 就是lens distortion 配smooth in 你會看到整個畫面 衝擊力很多 那這個就是lens distortion 可以玩到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lens distortion 可以玩到的效果 那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用這個效果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那今集剪片做樣學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like subscribe share 攝錄和我的channel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在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解答大家 那接下來我會在攝錄這個channel 介紹更多不同的效果或者功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密切留意 那好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